沙漠中难道还能有鱼生存吗 人们普遍认为 沙漠是极度缺水的 很难有生命存活 更何况是鱼类这种 极需要水资源的动物 但是沙漠中还确实有这种生物 这种生物就是沙漠鱼 那么这种鱼究竟是怎么存活的 科学家为什么不把它们 转移到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去 它们又是如何让美国都立法保护呢 本期就为您揭晓其中的答案 亲近来的朋友可以给猫博士点个赞 方便随时收看往期精彩内容 感谢支持 沙漠鱼学名摩江 简而言之就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鱼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干旱并且严重缺水的沙漠 怎么会有鱼类的存在 然而沙漠鱼确确实实存在 而且还是美国立法保护的物种 它们生活在死亡谷东部 96公里处的魔鬼洞 这是沙漠鱼唯一的栖息地 认为建造的栖息地的环境 与魔鬼洞并不相同 两地区的沙漠鱼也并不相同 沙漠鱼在沙漠生活了5万年 号称最坚强的沙漠鱼 沙漠鱼并不像其他鱼一样 只有奇妙的记忆 相反它们很聪明 为了面对恶劣的环境 它们变得越来越小 现在只有几厘米长 近几年来 因为魔鬼洞塌方 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原因 沙漠鱼的数量越来越少 2013年的时候 沙漠鱼的数量更是锐减到30几条 于是人们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来保护沙漠鱼 数量虽是有了一定的回升 目前已经达到100多条 但这儿远远不够 其实早在1996年 沙漠鱼们就被美国列入 美国宾威物种保护法案中 然而不管人类如何费尽心思去保护它们 沙漠鱼的数量依然从三位数 降到了现在的30多条 如此稀有的物种 也确实是让各位科学家放心不下 也是费了很多心思 想要把沙漠鱼带到条件更适宜的地方 但是大多都无功而返 科学家们也是为这事烦心不少 据地质学家观测 魔鬼洞已经形成有50多万年了 毕竟魔鬼洞中是极度缺氧的 而且最高温度可它54度 早在5万年前 可能由于地震等原因 造成了洞穴的坍塌 导致沙漠鱼从那时候就掉入了这个小水池里 其实沙漠鱼在刚到魔鬼洞时 应该也是非常不适应的 这就好比我们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样 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适应新的环境 沙漠鱼不断努力地去适应新的环境 慢慢地经过数万年的进化 它们真的适应了这种环境 而且还有点过度适应的意思 越适应魔鬼洞的环境 就越不适应外界的环境 它们坚定不移地生活在自己的小窝里 因为坚持 它们将自己困在了这个小小的水池 由于沙漠鱼数量极少 科学家不止一次地想要把沙漠鱼牵出保护 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科学家曾在外面设置三个与魔鬼洞很相似的栖息地 想要把魔鬼鱼保护起来 让沙漠鱼们可以自由生活 提高沙漠鱼的数量 但是五年之后 人造栖息地里的沙漠鱼 不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差异性 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的攻击性 科学家们的尝试最终不得已以失败告终 耗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实验 画上了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这让很多科学家们烦心 但又无法改变沙漠鱼不适应人造栖息地的事实 科学家们也是真的没有办法 至少到现在 它们还没有找到能够更好保护沙漠鱼的办法 不得不说 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让它们进化出这种超强的适应能力 但我们也不妨大胆猜测 沙漠鱼身上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是科学家们还没有探索到的 我们只能希望沙漠鱼的灭绝能够再慢一点 让科学家们有足够多的时间 去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有更好的技术来拯救病危物种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猫博士 下期接着聊动物